原标题 埃及第21王朝时期,大约处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位女性木乃伊头发上,发现了一块布,经过技术鉴定,确认是丝绸。 这一考古发现令人不解,埃及远离中国数万里,在张仙遭空西域八百多年前,丝绸如何来到埃及? 《穆天子传》中记载的周穆王剑西王母、赠送丝绸等物品,是不是代表周穆王剑道的? 其实是古埃及女法老。 20世纪60年代,在河南武阳县回武渡镇西南1.5公里的甲湖村,考古专家发现一个上古遗址,后来命名为甲湖遗址。 经过多年考古研究之后,2013年专家找到中国最早丝绸的证据,发表了8500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一文,确认在8500年前,中国就有丝绸。 就世界范围来看,只是发现一些灵性的丝绸遗屯,但却没有生产丝绸的证据,因此可以确认两点。 一是丝绸源于中国,20股埃及女性木乃一头外上的丝绸,也是源于中国。 那么,产自中国的丝绸,如何来到远代数万里之外的埃及? 显然,从考古发现来看,早在张千遭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前,中西方就已经有了文化经贸交流,而且繁荣程度可能超出想象。 具体路径可能由北方草原传至西方,再慢慢传播到古埃及,只是因匈奴崛起,导致这条上路一度被阻断。 因此,早在张千之前,可能就已经有了一条丝绸之路,展开全文。 然而,由于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,与周穆王处于同一时期,所以,这位女性木乃一头外上的丝绸,又有了新解释。 在中国历史上,周穆王是一位传奇帝王,除了文质武功之外,最传奇的是周穆王夕正昆仑。 穆天子传,又称周王游行记中,周穆王夕正时的这三点,可能说明了女性木乃一头外上丝绸的来源。 可见,虽然不能百分之一百肯定周穆王见到的西王母,就是古埃及女法佬,但通过穆天子传的记载,的确存在这一可能。 不过,这里存在一个疑问,古代交通不变,周穆王如何穿越欧亚大陆,来到古埃及。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,至少西亚地区与夏商的交流,是完全存在的。 比如,山东6500年前的北庄遗址中,就发现了西方人种面具,DNA检测显示,东夷人有白人基因。 英居里发现犹太文化元素,最典型的是,商朝育人头上的犹太基帕小原貌。 西亚考古,发现了中国夏商时期的陶智吹聚阁等。 其实,早在周穆王之前,穿过茫茫太平洋,英人东路美洲,建立奥尔梅克文化等,说明在两千多年前,古人对世界的认识,对世界的丈量,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 而且,其书《山海经》中,就有不少预外地理介绍,甚至欧美不少学者认为,《山海经》描述的是全球地理物产风俗。 因此,如果中国人早就丈量过世界,那么周穆王前往古埃及,可能就不是开辟新路,而仅是旧路重走罢了,这就提高了周穆王前往古埃及的可能性。 因此,虽说周穆王远行至古埃及见西王某的观点,中间缺少很多证据之称,但在一定程度说,的确存在这一可能。 其实,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惊奇之事,比如五千年前的水杯,战国水晶杯,两千年前的蒸馏器。 与如今造型或结构几乎一样,只是被掩盖在了历史风云中,以至今人为之惊奇不已,实际当时仅是寻常之事罢了。 或许,周穆王前往古埃及,在当时也不足为奇,只是一场长途旅行而已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